端午小长假期间 中国各地景区科学规划合理安排 继续坚持限量预约错峰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景区的开放管理 安徽九华山景区严格限定游客接待量 日接待游客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30% 并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购票 在游客服务中心 景区分设了两条扫码通道 沿线分散设置十多个志愿服务点 每天安排50多名志愿者 专门服务游客和验安康马 并引导游客有序通行 扫码 测温 消毒 是游客进入我们景点所必要的三个步骤 同时我们志愿者会提醒游客全程 配搭好口罩和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游览过程中 游客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 也都积极配合景区防疫制度和要求 文明有序出游 据悉端午小长假前两天 九华山预计接待游客1.6万人次 景区旅游秩序井然 小长假期间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继续通过 实名制购票和分时段预约的方式 把入园游客人数 控制在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以内 并开通双城所到往返的三线游览模式 以达到分流游客 避免游客扎堆 同时景区采用电子检测顺时接待量 热成像体温检测 健康二维码识别 科学的清洁消毒工作等多项措施 确保游客放心游 画堂画 吹堂仁 捏面仁 在四阳县城子湖旅游度假区 民俗体验区内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非疑项目 不但能在现场看到作品 还能看到传承师傅制作的过程 画堂仁的师傅在大理石板上缠两下 倒出糖块 加热搅匀 持咬着糖液的小铜勺 轻轻挥洒在大理石板上 画 勾 压 年 铲 两三下一个栩栩如生的蝴蝶就出来了 让孩子们甚是欢喜 这是一个龙行甘堂画 我特别喜欢它 因为我是属龙的 而且这个画桌也非常漂亮 除了非疑项目展演展示外 活动现场还组织汉符秀 赠香囊 变形金刚巡游等趣味活动 让游客近距离互动 体验不同的游玩乐趣 端午小长假期间 石家庄推进文旅融合 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旅游市场稳步复苏 在正定古城 历史文化街 一家家餐厅 小吃灯火辉煌 高棚满座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 在这里品尝着各种特色美食 来自所有的全国的我的朋友 我的客户 我的同学 我都会带他来自这个地方 享受我们当地的美食 有我们当地的美景 不来电话 太美了 我们爱 昨天海南省各交通枢纽 迎来首批错峰返程客流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返程客流高峰 各交通枢纽提前准备 目前运力充足 根据节前客流量还有售票情况来看 节后返程 返程高峰的线路 主要集中在丹州 重中 五指山 乐东 屯仓 宝亭 这几条线路上 票源还是比较充足 可以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 海口港提醒 岛外自驾返程的旅客 需提前在网上预约购票 目前针对跨区域出行 各运营部门仍然处于 常态化的防疫状态 旅客必须提前准备好 本人的健康证明 以免耽误行程 请问一下 ��货博方准备